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带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什么时间出生的男人最好命 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差别是很大的 每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 跟自己自身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针对命运来看的话 其实出生时间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好命的人肯定是会有好的出生时间的 下面小酱之就和酱友们一起来看看 什么时候出生的男人是最富贵的吧 一从出生月角度分析 一农历一月 农历一月出生的人一生幸福安康 无忧无虑 无大凶大难 好运连连 很有福气 幸福安康 财运亨通 他们为人实在 聪明能干 多才多艺 能得到很多人的肯定 在事业上平安丰顺 无太多风浪 财源广进 衣食无忧 竟享天伦之乐 二农历三月 农历三月出生的人 一生荣华富贵 健康长寿 天赐福禄 婚姻幸福美满 家庭和睦 他们事业上谦虚谨慎 很有思想 有头脑 容易白手起家 奋发图强 强大自己 遇到危险 也会有贵人出现 给予帮助 来完成大事业 三农历六月 农历六月出生的人 一生欢乐逍遥 喜爱游山玩水 为人征程务实 带人热情大方 他们大多温文尔雅 才智过人 做事脚踏实地 意志力坚定 有领导 驾驭他人的能力 有胆识 有魄力 有思想 遇事有贵人相助 做事滋滋不倦 方能走向成功之门 四农历八月 农历八月出生的人 一生名阳四海 有权有势 家庭和睦 子女孝顺 有德有才 他们天资聪明 做事有毅力 爱交朋友 很能服众 胆时才智过人 有谋有略 能建功立业 最终会成为 让人又敬又怕 又爱的大人物 五农历十一月 农历十一月出生的人 一生富贵在身 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 给人做工 最终都能受人敬仰 得到大家的赞誉 他们天生就聪明 领悟能力强 敢于创新 敢于突破 事业顺风顺水 得名得利 无大灾大难 称心如意 幸福安康度晚年 二 从出生日角度分析 一 农历十五 在农历的十五 是每月的月满之时 出生在这一天的男子 性格开朗 活泼外向 并且对于学习 非常感兴趣 从小成绩名列前茅 是很多父母和家长 口中的好孩子 这一天出生的男孩 魅力强大 做事稳重成熟 在生活当中 有着非常不错的异性缘 身边追求者不断 能够与各方面 都很优秀的女生 组合家庭 婚后的幸福生活 幸福美好 不仅如此 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 也是非常高的 是所属领域的佼佼者 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在这一天出生的男孩 一生好运不断 生活当中朋友众多 遇到困难的时候 很多人都愿意给予帮助 因此各方面的发展 都非常顺利 二 农历初五 出生在农历初五的男孩 大多比较早熟 从小懂事听话 能够把父母和老师的教育 听到心里 从来不会做出 忤逆长辈的事情 并且他们也很听劝 只要做的不对 就会及时表达出自己的歉意 从来不会为了面子问题 而与人抬杠 这一天出生的男孩 品行优秀 气质潇洒 浪漫多情 在感情方面 会有很好的收获 不仅如此 他们的财运也会非常好 除了正财稳定之外 也常常会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 生活质量居高不下 尤其到了中晚年时期 能够过上富贵非凡的生活 也会改变家人的命运 成为光宗耀祖的任务 三 农历二十六 出生在农历二十六的男孩 性格开朗 琥珀外向 很懂得变通 在为人处事方面 是非常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生活当中人际关系极佳 能够与身边的人打成一片 很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相处 这一天出生的男孩 高大帅气 英俊潇洒 很吸引异性的关注 能够从众多的追求者当中 寻找到各方面 都很优秀的异性结婚 婚后的生活温馨浪漫 夫妻感情深厚坚定 二人能够携手与共 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坎坷 出生在农历二十六的男孩 从小家庭环境优渥 物质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成长的过程也非常顺心 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够取得成功 四 农历二十八 出生在农历二十八的男孩 也是非常好命的 一生富贵安逸 日子过得轻松自在 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他们的性格豁达乐观 积极向上 从来不为琐事烦心 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坎坷 都会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状态 这一天出生的男孩将来学业有成 并且在工作当中 也能够取得非常高的成就 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另外 他们的财运也特别好 在理财方面很有自己的方法 能够得到不错的收益 从来不会为钱财的事情烦心 三 从出生时辰角度分析 一 五时 十一点到十三点 五时是一天之中氧气最旺盛的时刻 如果男孩在这个时辰降生的话 是非常吉祥的征兆 出生在五时的男孩一辈子不会遭受坎坷 即便遇到困难也能够轻松解决 命中有着非常好的贵人运 并且这个时辰出生的男孩性格刚毅 勇敢乐观 浑身充满着正能量 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多快乐 从小会在父母和家人的庇佑下成长 成年以后自身能力出众 会得到上司的青睐 年纪轻轻就会通过努力取得非常高的成就 另外 出生在五时的男孩子 财运是非常好的 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得丰厚的财富 也让家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 卯食 五点到七点 在卯食出生的男孩命格也是非常好的 卯食出生的男孩乐观向上 获达勇敢 志在四方 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 并且性格坚韧 独立性强 会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努力的奋斗 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会轻言放弃 出生在卯食的男孩豪爽大气 在生活当中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 在打拼的道路上能够得到贵人和家人的支持 因此很多事情都会按照自己的规划顺利进行 将来不仅在事业上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 感情生活也非常顺心 尤其在财富方面能够收获不菲的钱财 实现大富大贵的生活 三 子时 二十三点到一点 子时出生的男孩命格也非常不错 从小到大有着极好的运势 在发展和打拼的过程当中 很少会遇到困难和阻碍 并且他们的意志力坚定 做事有原则和底线 只要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会努力做好 从来不会把希望寄托到别人的身上 出生在这个时辰的男孩心态乐观向上 努力上进 很有进取心和打拼精神 他们的贵人运势极佳 常常会有贵人给予帮助和扶持 因此各方面的发展都很顺心如意 另外出生在子时的男孩 财运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在偏财方面 常常会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 随着年纪的增长 所积累的财富会越来越高 尤其到了中晚年时期 生活状态富贵安逸 让人非常羡慕 出生在生时的男孩 做事有魄力 为人有担当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用心做好 从来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出生在这个时辰的男孩 大多品行端正 为人豁达 尊老爱幼 很有大局观念 在生活当中 有着很不错的人际关系 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事业上取得很高的成就 另外 他们在感情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顺利的 大多数人都能够原心仪的对象组合家庭 婚姻状态非常幸福 不仅如此 健康状态也很不错 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稳定的身体 很少会出现疾病 总的来说 出生的时间其实也会对一个人的命运有巨大的影响的 有些人出生时间好的话 一生都会很富贵 针对男性来看的话 出生在以上这些时间段的人都会有很好的命运 未来可获得丰厚的财富 但是小将之最后提醒 一个人的命好不好 不仅仅与出生时辰有关 也与自身其他命力有关 比如面相 首相 个人努力等等 因此以上内容并不一定完全准确 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将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将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力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